Hello 大家好,Kamelea here 今天我要来分享的是 After Attent Sean的AutoList and Secret Go Home的感想 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来分享一下 Sean 给我的感觉 当我Attent他的 training 其实讲真的 当Attent他的 training 颠覆了传统的思想 因为我以为去出席一个 online training 就是很沉闷坐在电脑前面 把我告诉你 这个Trainer 非常的幽默 而且也是非常的搞笑 所以所以整个课程的时候 不会觉得非常的沉闷 而且是有互动在那边 因为我Attent的是Live Training 所以所以Live Training的时候 跟他本人有互动 他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人 但是当他在做一个教学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无私地教他所知道的东西 所以所以我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而且也是开了我的眼界 对 因为我个人 before我Attent这个 training之前 我个人是认为 做这个 要去build这个system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呢 我告诉你 Sean把这么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他 所以很像我没有这个方面 底子的人呢 其实我也可以得到 他在讲的是什么 这一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 Trainer 他们喜欢把东西复杂化他 所以我越听越复杂 把这个法的相反 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他 so that's why 我越听也可以明白 so 再来的话呢 其实讲真的啊 伙伴们 如果你们要Attention的 这个order listed secret的这个courses 我非常的推荐 因为什么 第一 so 他自己本身呢 他把这里面的courses 简单化非常的多 就是来 他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教学呢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概括了整个concept 所以当时候我其实知道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点点 觉得不错哦 也是一点吓到 因为我会觉得 哎呀 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很复杂 我需要很久才cash up得到 我可以告诉你 当我看回去的时候 你会越看越明白 越看越明白 因为他真的是简单化很多的东西 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 Sean 这个人呢 讲真的我跟他合作了两年的时间呢 他这个人很很很真诚 而且他也很乐意帮助别人 so that's why 我也是选择他的courses 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其实after我attempt完所有的training 过后讲真的 我得到了free的support 来自同样courses的同事们 又或者是来自Sean 所以很像有什么不明白啊 问Sean他也非常的乐意交 最重要一点是当选择一个trainer technical course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那个trainer必须要无时的 把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交给你们 甚至参买他们真正的经验 但是so for这个的话呢 我在Sean的身上呢 可以看得到 他是很真诚的想把他知道的东西 pass到给他的学员们 so that's why呢 我非常推荐 如果你们还在考虑的伙伴们 讲真的相信我你们的决定 肯定是不会错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跟他合作了两年的时间呢 我是看着他这个为人到底是如何 so that's why呢 我也do my trust他来attempt他这个training so far他给我了很多很多的惊喜 讲真的 呃 如果你们还在考虑 whether你们要不要attempt这个courses 相信我 你们做的选择不会错的 so我是Camellia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帮到你们做一个决定 来呃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course 也非常的期待在这个courses看到你们 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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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